這也沒有問題 這也沒有問題 可不可以 這可能是有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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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下來畫 所以它從那個柳家水 從那個垮下來 是沒有假水 從這個零啊 對不起 你問你什麼意思 你那塊是廠商型嗎 廠商負擔的 對 那塊是面積長髮型的 你一定是手包多的嗎 對 那你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讓他畫的房子是怎麼畫的 就是那塊是怎麼畫出來的 這塊怎麼畫出來的 這裡畫下來嘛 這裡畫下來 然後這是我的稅收嗎 這一塊是政府拿去的稅收嗎 那從這邊畫出來的就是了 不一定跟它相交 不一定跟它相交 就是看這個稅收是多少 然後畫出來的這一塊就是低 那它不一定會跟那個7點相交是不是 跟這一點是不是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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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課的稅剛好 這是我課的稅嘛 這是我課的稅 所以不一定跟它相交 所以不一定跟它相交 不一定 可以嗎 還沒有問題 可以 看嗎 可以 看嗎 可以 筆跟筆加起來的稅收嗎 筆跟筆 筆跟筆 對 這一塊是由消費者 原來是消費者剩餘 轉到政府手上去 這一塊是生產者剩餘 轉到政府手上去 就不見了 對 因為消費者面對價格高 比原先的高 他不願意消費這麼多 那這個是廠商收到的價格 沒有那麼高 他不願意生產這麼多 就不見了 沒有任何人拿到 那我們這邊沒有談它分配的問題 所以分配的意思就是說 政府收到這些稅收 可能有消費者 消費者剩餘出的比較多 可能生產者剩餘出的比較多 那我們不管這個 我們只是說 就整個加起來的總和 整個的社會福利哪裡去 比原先的多還是少 那誰出的比較多 誰負擔比較多 我們沒有在談 我們不去關心它 那我們關心就是說 整個加起來的整個社會福利 是比原先課稅錢多還是少 這樣 那這個結果就是 這一塊是不見 所以比原先的少 社會福利比原先的少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我們再看底下 116頁 以價制量 這邊以價制量 他說 1970年代石油危機的時候 那 有人出現 有人提出就是 把能源價格調高 以價制量 就希望 希望那個產品的價格變高了以後 消費者少去消費它 那昨天看一個節目 他講到說 台灣的電 今年夏天的電 電費 變得比較貴 可是台灣的水 台北市 目前一度的水 一度的水 7.7元 一度是多少 一千公升 一千公升 一千公升就是 就是等於一立方公尺 一立方公尺 就一公尺 你在地上畫一公尺 那個 的面積高是一公尺 這麼多 一度水 7.7 好像加兩毛錢 7.9 那他說台灣的水 算是很便宜的 非常便宜 才7塊7 那等於2400多坪的礦泉水 小坪的礦泉水 那台灣的水很便宜 那現在的水資源 在二三十年後 一定會是一個大問題 水 水的問題 一定會大問題 以後人類 說不定會為了水而戰爭 那台灣目前水 那個浪費的蠻多的 使用蠻多的 那其中有人講說 是不是把水的價格調高一點 水的價格調高一點 那你可能就不會浪費這麼多 好 那以家製量就是說 希望把價格調高 然後減少它的消費量 那現在問題就是 以家製量是不是真的有用 比如說煙酒 那現在那個煙政府 從1月11號開始 那有一些抽煙的規定 哪裡不能抽 餐廳裡面不能提供 然後煙的健康捲也調高 變成10塊 原先10塊 現在再調高10塊 那問題就是 這些煙 煙價調高 對哪些人是有用的 是不是對每個人都有用 對彈性大的有用 比如說我抽好玩的 抽抽看的 現在煙價格調高了 他可能就不抽了 那對於已經上癮的 所以上癮的意思是什麼 需求彈性怎麼樣 大還小 需求彈性小嘛 他非要不可嘛 非要不可就彈性小嘛 那對這些人 價格調高對他來講 有沒有什麼用 坦白講 不太大 用處不太大 因為他已經上癮的 需求彈性小 那我們講彈性小就是 價格變化 數量變化的不大 所以對這些 已經上癮的人變化不大 好 117頁 他要 廣言之 價格機能本身就是 以價質量 因為社會資源 不可能 毫無限制的供應我們 好 第四個例子 薄利是不是一定多銷 請問 薄利是不是一定多銷 那為什麼要薄利 他說薄利的目的 並不是真正 他說 並不是不想賺錢 薄利只是降低 每一單位的利潤 而真正的意圖 是想用多銷的方式 來增加他的總利潤 那現在問同學是 薄利是不是一定多銷 彈性大的薄利多銷 還是彈性小的薄利多銷 彈性大的 彈性大的 以後彈性小的同學就想要延 十塊錢賣到五塊錢 你不可能多吃一包的 好你就想要延就可以了 所以一定是彈性大的 薄利才會多銷 好底下講375減租 那這邊是說 1951年就民國40年的時候 那政府實施了所謂的 375減租 375減租的意思就是 你的地租不能超過 你的作物的千分之375 原先比這低的那就按照比這低的 那比這高的 那最高不能超過千分之375 那還有一個是 這是375減租 那還有一個政府實施的是 庚哲有七天 那這兩個政策坦白講 對台灣的土地政策是有很大幫助 好那我們前面講過說 訂定上限等等是不好的 那為什麼這裡對土地訂定上限 卻又是沒有問題的 原因在哪裡 主要就是土地 我們講房租你如果訂定上限 那要願意出租的數量 可能會變得比較少 那問題是土地 它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土地它的供給曲線呢 是垂直的 它不會增加不會減少 好假設你的需求是這麼多 原先的地租在這裡 那現在政府訂定上限 不能超過這裡 那頂多有這一段的超額需求 但是土地不會變少 土地不會變少 好那它最主要 最主要它會有效就是 土地的供給是 供給彈性是 那個 等於0 所以117頁最後一段 它說 土地跟房租等等有不同的特性 土地的特性就是它的數量是固定的 也就是它的供給彈性是0 供給彈性是0 好這是118頁這邊所談的 然後接著我們看121頁 我們再談幾個彈性 複入 它的A的部分我就不再講 因為它跟微積分有點關係 它主要證明就是說 彈性的大小跟總支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但是我們要看底下的 所得彈性跟交叉彈性 好複入最後一段 121的最後一段 它說我們前面所講的價格彈性 其實是有分需求的價格彈性 或者是供給的價格彈性 那簡稱就是價格彈性 那也就是前面所講的彈性是講 價格變動對數量的影響是多少 那那個是價格彈性 接著我們看什麼叫所得彈性 翻過來 它說所得彈性是衡量消費者所得變動 所得變動 所引起需求量的變動的彈性 所以前面我們所講的價格彈性 分母是價格 變動的是價格 那現在我們變動的是所得 所得變動對數量的影響 所以不管哪個彈性分子都是數量 這是所得彈性 那所得彈性 大概我們可以分 當所得增加 我們講過當所得增加 我對於這產品的需求量 如果增加我們稱為什麼品 什麼品 嗯 我們講過了嗎 那個在講需求的時候 有沒有 所得增加對需求量是不是一定增加 答案不一定嘛 如果是增加 我們稱為正常品嗎 如果數量減少 我們就稱為列等品嗎 怎麼樣 所以如果彈性大於0 這是0 大於0 我們講它正常品 小於0 我們就講它列等品 列等品 那其中這裡我們再分1 如果介於0和1之間的 我們就稱為必需品 大於1的我們就稱為奢侈品 大於1的 大於1的 我們就稱為奢侈品 0和1之間 0和1之間的 我們就稱為必需品 所以透過所得彈性的大小 我們大概之上可以區分為 可以分出這幾個東西來 那其中正的 就是必需品 它也是正常品 奢侈品 也是正常品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這個在書上的122頁底下 有提到 那我們看上面的圖形 好 然後就可以去掉 然後就可以去掉 要塞 就可以去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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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所得增加 假设增加这么多 高一点好了 所得增加这么多 那我的数量 这是我的所得 这是我数量的变化 如果数量变化 大于所得的变化 这个弹性 那个所得弹性 就是大于1 那这个就是奢侈品 这个就是奢侈品 这个是什么 这个所得变化 如果所得变化 小于大于数量的变化 这个变化比较小的 变化比较小的 这个就是必需品 那它是什么 它也是正产品 它呢 也是正产品 就是看它变化的 这个变化数量跟这里 哪里变化的比较大小 是多少 那最后一个 列等品 注意 列等品 不是所有的 它都是列等品 它是 这一段 它还是正常品 只是 超过某一点的以后 如果我所得再增加 我所得再增加 那我的数量反而会减少 那只有这一段 这一段才是列等品 只有那一段才是列等品 在这里 所得比较低的时候 所得增加 我的数量还是增加 那它还是正常品 那只有超过某一段 后弯的这一段 当我所得增加 我的数量反而是减少 那这个才是列等品 112页 122页 最后一段 那这边谈到一个恩格尔 他说 就是他发现了 那我们就称为恩格尔法则 恩格尔法则的 所得弹性通则 是说 当家庭所得增加的时候 第一个 他说粮食的支出占 但所得的比例会减少 就是 比如说 粮食就是P乘上Q 除上I 假设所得 这对某一个产品的支出 那所得增加 你吃的东西增加的 大概不会变化太大 那现在所得增加 这里支出变化不会太大 这个增加 那这整个弹性会小于1 所以这是必需品 第二个 他说家庭一般消费 占所得的比例呢 一般来讲是一个固定的比例 那也就是说 如果所得增加 那我的支出大概也会增加 他说所得弹性 大致上是等于1 123页第三个 他储蓄跟其他所得 这样的比例会提高 那所以他所得弹性 是大于1 那书上只讲说 不要把恩格尔跟恩格斯 两个混在一块 其实他名字 只有差一个字 一个有S 一个没有S 他说恩格尔是讲我们的 所得弹性的部分 那恩格斯是跟马克思 他们是讲共产主义的部分 好 这是所得弹性 接着我们再看交叉弹性 原先我们讲的价格弹性 比如说这是X 这是X的价格数量 X价格变动 对X数量的影响 交叉弹性呢 有数上用X 有数上用C都可以 Cross 它这边是讲 X价格变动 对Y的数量的影响 是多少 是另外一种产品 另外一种产品变动 对Y这个产品的数量 是增加还是减少 我们讲过嘛 比如说可口可乐 价格如果上升 可口可乐的数量会怎么样 降低 那百字可乐的数量会如何 上升嘛 所以这个价格上升 如果它的数量也增加 也就是这个如果是大于零 它们就是什么 替代品 小于零 它就是互补品 等于零 就是无关的材货或独立 那这个只是 用一个交叉弹性 来衡量 它到底是替代品 还是互补品 所得弹性衡量的是 它是正常品 还是劣等品 是必需品 还是奢侈品 可以吗